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之前给大家简单介绍过几款傻瓜的2.5G交换机 那么有很多小伙伴给我留言 问有没有管理型的交换机可以推荐 由于传统的管理型的交换机实际上都相对比较贵 那么其实很多家庭包括小团队使用轻管理型的就足够用了 那么一般来说只要具备基础的管理功能的交换机 或者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标准的管理型交换机的青春版 或者是阉割版 那么这一类的交换机都属于轻管理型 轻管理的交换机一般来说都要具备这么几个功能 那么只要拥有这几项功能或者是其中几项 那么都算是轻管理型的 那么轻管理型一般它只支持外部端的管理 高阶的功能会相对少很多 它是没有配置口和管理接口的 而且也不支持命令行 那么今天我们就以卡配最新的DX5009N这种轻管理型给大家来做一下演示 首先我们可以使用5609搭配猫棒的使用 因为轻管理型大家都知道它是带微烂的 这样它就不会出现像小伙伴之前担心的那样 由于猫棒跟路由器同时要接到交换机而出现回路的问题 那么如果你家里有两条以上的宽带 那么你也可以通过微烂实现多腕口聚合叠加的效果 那么如果搭配软路由或者是带叠加功能的路由 你就可以实现完美的宽带叠加的效果 那么有NAS的用户 你就可以实现多台电脑在同时访问图器的时候 实现负载均衡的高速访问的效果 单台电脑访问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静态的宽带叠加的效果 首先我们大家来看一下外观 跟我们之前介绍的1009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多的差别 它只是在左侧多了一个重置的按钮 这样可以防止我们做错了配置连接不上管理的后台 或者是你忘记了用户名密码的时候 一键就可以恢复到出厂的设置 那么它的芯片也使用了N1009同款的方案 一颗8373的主控和一颗8224的芯片 那背板单宽的同样是60dbps 那我们用网线连接电脑和交换机 在浏览器上输入192.168.2.1 那就可以看到它的登录的界面 这里默认的用户名跟密码都是Admin 之后我们就可以进入5009的管理后台了 那么是不是有管理后台 那这个就是管理型跟非管理型的一个非常明显的区别了 好 我们来到右侧的导航栏 点击配置 那就可以看到管理型的这些功能分类了 那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有常用的VLAN QOS 环路检测 链路聚合 端口镜像 端口隔离 等等等等 那作为一款400元以内的轻管理型的交换机 给了这么多功能 又加上这个硬件配置 还是非常非常良心的 那这么说来其实功能不少 那究竟怎么样使用呢 那我们可不是咱们只聊概念 那管杀不管埋的频道 那么今天呢 我们就用DOX5009N来跟大家简单的演示一下 轻管理型的交换机如何通过VLAN来实现多万口宽带跌价 首先呢我们来到管理后台 我们打开配置找到VLAN 点击802.19 进水这里呢有两条宽带 我们分别把它插在1号跟2号口 那么7号口由网线接入软路由 那我们在这呢 首先要添加一个VLAN号 那大家可以选择1到4094 中间任意一个数字 那么第一个呢 我就选11 这里的1号口呢 我们选择不带标签通过 在这7号口呢 我选择带标签通过 然后呢我们点击添加或者修改 那这样呢 我们对交换机就会在这条线路上 帮我们打出一个专属的Tag标签 好第一个设置完了 我们接下来看第二个 我们使用同样的方法设置第二个 我们使用同样的方法 VLAN号呢是22 2号端口呢是不带标签的 7号端口呢是带标签的 添加完成之后呢 我们再添加一个 那么最后一个7号端口 那么VLAN号呢是77 那这里呢我们选择它不带标签 好确定 这样呢我们三个VLAN就已经添加好了 那接下来呢我们需要添加的VLAN的端口设置 那端口1我们设置为VLAN号11 好点击应用 端口2设置为22 端口7设置为77 全部设置完成之后呢 千万千万要记得保存 要记得保存 一定要记得保存 那不然呢就设置了就排废了 好我们回到工具 找到保存 这样呢就可以把刚才设置好的保存了 那接下来呢我们把宽带分别插入1号跟2号口 那7号呢用网线跟软路由的VLAN口相连接 那我们的路由的LAN口呢接入电脑 好我们现在来到电脑 打开浏览器 输入相对应的路由系统的用户名跟密码 这样呢我们就可以进入路由器的后台了 在这呢我使用最新的爱快系统呢 给大家做演示 来到这呢我们点击1号 那进入外网设置 我这里的网卡呢是已经绑定好了 并且呢已经配置好了DHCP 爱快的初始化设置呢 不在咱们这期视频的讨论范围之内 那没有绑定或者是初始化爱快 不会设置的小伙伴呢 可以去看我这一期的视频 我们在接入点方式这里呢 我们选择基于VLAN的混合模式 那这里呢备注一下 那当然你不备注也是可以的 那我们备注为VLAN 然后呢我们添加拨号进程 点击添加 VLAN ID这里呢我们第一条线填入我们之前设置好的对应的ID 那我这里呢填11 之后呢我们填入名称 然后呢我们填入宽带的账号跟密码 Mac地址呢默认就可以了 在这呢如果你想自定义是OK的 但是一定一定要注意 那么两条宽带的Mac地址 跟VLAN ID呢一定不会是一样的 好其他的我们就默认就好了 我们点击保存 那完成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添加第二条 VLAN ID这里呢我们同样填到22 我们填入一个名称和第二条宽带的用户名跟密码 那这里我们要注意Mac地址呢 要跟第一条不一样 好我们保存 那么到这里呢我们两条宽带 基于VLAN的拨号进程呢就已经设置好了 最后呢我们点击保存 OK我们来到首页来看一下我们的腕口变成绿色 那就说明我们的拨号已经成功了 那这时候如果你的DHCP已经设置好了 或者你的网卡有设置到同样的网段 那么道理上就应该可以上网了 那么现在两条宽带呢都已经拨号上网了 但是呢还没有聚合 那我们现在要来到流控分流 我们点击分流设置 我们在这找到多线负载 那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之前设置好的两条拨号的进程 那负载模式这里呢我们选择新建链接处 在这呢你不见得非得选这个 那你需要自己尝试一下到底选哪个更加合适 因为运营商不同可能的效果也是不同的 那运营商这里呢我们选择中国电信 因为金水这两条线呢都是电信的 那备注呢你可以不填 那么我在这呢会填微烂 然后呢我们会把两条线路的状态从停用改成开启 那负载比例这里呢如果两条线呢是同样的带宽呢 只有1比1就好了 那金水这里呢1号宽带是1000兆 那2号宽带呢是500兆 所以呢我在这的比例呢是2比1 好我们点击保存 那么这样呢就设置完成了 设置完成之后到底是否聚合成功呢 我们来测试一下 好我们来到电信的官方测速网站 我们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测速的时候呢 最高的下载呢可以跑到1700多 那上行呢是可以跑到150多 那这就说明呢我们的双宽带叠加已经成功了 好由于时间的原因呢 那么今天的内容呢就先到这里 Openwrt相关的设置呢 在这今天金水就不再赘述了 同样它可以基于M1-3 也可以实现叠加的效果 金水之前由于做过视频 那么想了解的小伙伴呢 可以去看我这一期的视频 那么唯一不同呢就是把拨号的设置呢 改成VLAN拨号 那么并且开启混杂模式就可以了 那希望可以在你使用交换机的时候呢 给你一些些的帮助 如果你还想看其他相关消灌机的视频 或者是有其他问题 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下方给我留言 那么如果本期视频点赞或者收藏过一千呢 那我们下一个视频就教大家 如何在清关力行的交换机 实现内网带宽的链路聚合 那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做的还不错 或者是有帮到你 麻烦大家给个三连 YouTube小伙伴记得点开那个订阅的小铃铛 这样你才不会错过任何一期最新影片的对送 你的每一次点赞评论或转发 都是我不断更新的动力 感谢大家收看金水神经的 我是金水 咱们再见